叶弗蒂奇 尤伯菲 这球并没有越位 但是于此先出击的非常快 上面上出现了几次杀鸡 像这个是对方的传球稍稍大了一些 这个球怎么看近了 这是什么怪异现象 要发球的一瞬间 然后对方把球踢进了球门 而且裁判叛弃 再来看一下 于此先把球定住了 对方过来一脚把球踢进 这比赛踢的 让人目瞪口呆 全场刚才一片寂静 突然看到江东顺天的固员们 抱在一块庆祝了 远端的于此先非常无可奈何的 手插着腰 其实刚才这个球啊 可能于此先 可能于此先会进入到一个 脑子短路时期 再来看一下 刚才于此先把这个球没收了 然后接下来的事情 就是于此先 让队友们往上压 他还和这个 对方握了一下手 把球放在了地上 然后退开几步 人家反过身来 把球踢进了 主裁办设议进球有效 这球丢的 说点什么好呢 这是于此先的经验不够丰富了 这个不是经验问题 这个应该是脑子短路了 这个完全是自己误会了 是吧 他是不是想当然的认为 这个球是越位 没有举棋 没有名少 你为什么想当然的认为啊 谁让你想当然 对方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于此先是听到了野少 那听到野少 你是主场啊 活该了 是你自己的球名 把你给害了 你怪不到任何人 是吧 如果是在 一藤这边 快速的把球 从中路过渡到左路 网卡 刘悦 想往中间给 但这个位置一般 尔帕提的这角球 这球 门将脱手了 这个很有意思啊 35分钟的时候 立江飞虎队的门将张磊 一个毫无威胁 没有球速的 一例 我们来看一下 艾尔帕提 迪利夏提 这小球 没有任何难度啊 球是在进区 小进区前有一个不规则的弹跳 打中了张磊的头部之后 滚入了球网 真正的专业的足球场啊 我们想把这些场外的因素降低到最低的 的话 我们的这种硬件条件啊 似乎还是需要去提升的 这个草皮发生的如此不规则的弹跳 确实是不太应该啊 这一下 弹来弹去 最后还是弹到了秋卡的脚下 分道给左边的玻璃 一对一 那些 右脚 给了一个 进区线上的定位球机会 进区前半米左右 这下其实身体接触的面积并不大 手传一过来的时候 球已经进了 他偷袭 丁海峰 丁海峰打击了班平的一球 这个走势 肯定是对于他自己来说一个幸福度过 但是我只能猜啊 这是一个钉字的 有可能啊 丁海峰的丁 丁海峰打进了这场比赛的进球 快发球到进区里 选择直接打门 这一下隋威杰还在场面喝水 而且球进的时候 这口水还没喝完 转过头的时候一脸茫然 发生了什么 这个球确实 一番这边 没有把球压住的情况下 看到隋威杰 刚才完全没有看到场面的情况 这边过来的时候 陈阳这口水也还没咽下去 旁边这个总经理也监领队 黄雁也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两个人握手的时候 表情都是茫然的 这个进球太有意思了 丁海峰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 来得太突然了 虽然自己有一个庆祝动作的准备 但是对于场上剩余的这些人来说 完全没有准备 在最关键的时刻 丁海峰用这样一小时 帮助球队扳平的比赛 接下来 最后的几分钟 看看局势还会有怎样的发展 就是刚才立番队员 有些想当然了 认为对手要 认为我们要排人墙 对手会等我们退过9.15再说 但确实这个时候 没有要等裁判哨了 说起来 随威胁这一下不应该 作为一名门将 在这个时候 即使是排人墙 你也要指挥人墙 门将因为他是站在 距离球门最近的地方 他要对整个的防线负责 所以经常能在这个球场上 听见门将不停地在喊 不停地在喊 不停地在指挥球队 在这一刻 随威胁不知道又想到了什么 实在是太渴了 而且像平时 踢这种业余足球的时候 遇到这种任意球 大家都会 都会有队友喊 把球压一压 大家别让对手那么快去发球